再來第一次的AZ疫苗 今天開始由醫護臨院生來住 今天是早上 行政院長所正聰跟這個 微博部長 檢視中 有哪到台台病院來住這個 新冠疫苗的第一次 有哪是很早 全國生來住疫苗的 上市長 心情怎麼樣 離家逃避OK 行政院長所 正聰跟微博部長 檢視中 再起七點四十分 起台台病院住 固定AZ新冠疫苗第一期 希望可以讓大家帶來 安心安定的作用 打針的地方 並沒有任何疼痛的感覺 身體也沒有任何痠痛的感覺 那剛才經過三十分鐘的休息 現在狀況良好 感覺很安心 專家會議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好像 近來在歐盟有一些的事件 會不會影響民眾 對於施打疫苗的信心 所以就建議說 應該有一些指標人物 能夠出來建立民眾的信心 新冠AZ疫苗 近年歐盛到全台57間醫療醫所 包含代代阿東鄉口信公 中家庭病院也六少都在做疫苗 其中代代病院分配一千五百幾 在八千多歲以後 政府主委官 在調查當中有一千七百多歲 願意做五點疫苗 代代感謝科醫師 智慧中心轉家 組織修作調去前 鄧雄淳也來做疫苗 上禮拜五說這個禮拜可以接種我們馬上就演練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我們十位都已經排排坐 就在這邊就已經準備好了 中相傳標示 國外五民眾主義廟後 出現少許不良歡迎 本來就有一定比例會發生 若是有比較檢驗不良歡迎 甚至有相關 或者是時間上的卡合 就要轉家來檢定 一次一支新冠AZ疫苗 經過修組織庫 智慧中心也請四次 而且轉家稍早討論 今天目前為止所有組織 沒有問題 智慧中心因為援助 再來算是有進嚴格評估 記者總合部的